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格力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往前追溯 基本上都能找到它发生的原因 比如很多飞来横货 看上去是突然发生的 可是在那发生之前 一定会有种种迹象出现 只是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微小的迹象视而不见 来讲我们今天这个事 2015年1月29号晚上9点来钟 湖南衡阳的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工作人员 突然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 很惊恐的在一直呼救命 当时听到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试图与他沟通 当时问了他的房号 他告诉我要是三三 再次与他沟通想了解什么情况 结果客人那个电话线就断掉了 工作人员随后就赶往1433号房间 一推开房门 所有人都惊呆了 然后当我们打开主卧室的那一刹 当时那个场景确实又把我们给震住了 他的手以及脚全部被绳子给绑住的 脸上长着胶带 而且他满脸的都是血 身体看那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 那名伤者当时已经昏过去了 因为房间里头没有其他人 所以工作人员推测 他应该是打呼救电话的那个人 于是工作人员赶紧就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伤者很快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谁也不知道 随后接到报案的警察开始调查这个案子 这个受伤的人到底是谁呢 前台的登记资料显示 出事的房间是被当地的一名生意人长期包租 但是出事的这个伤者却不是这名生意人 而是他的一个朋友 据了解的伤者叫高少华 湖南长沙人 出事前两天刚从长沙来衡阳参加同学聚会的 据这个租房的人回忆 高少华呢是下午参加的同学聚会 晚上18点30分聚会就结束了 然后租房的这个人呢就派车 把高少华送回了酒店 随后呢警方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 确认了情况 录像显示 高少华确实呢是在晚上18点58分到达酒店的 当时他进了电梯 随后从电梯出来进入了1433号房间 之后就再也没有外出了 那后来高少华到底碰上什么事呢 是谁进入了他的房间杀害了他呢 民警继续查看录像 随后果然让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 就在高少华进入房间9分钟之后 有一个穿着连帽衫的男子 也进入了1433号房间 在1433号房间待了一个小时之后 这名男子在20点30分才走出房间 一分钟之后 这个人又从酒店的一个侧门离开了 在这位穿连帽衫的男子 离开1433号房间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进入过这个房间 所以警方推断 正是这个穿连帽衫的人 将高少华打成了重伤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从录像上看 这个穿着连帽衫的人 很顺利的就进入到了高少华的房间 看上去吧 应该是高少华自己开门 让他进入的 这似乎说明 这个穿连帽衫的人 跟高少华应该是熟人 凭警方的经验嘛 熟人做案 要不是为了钱 要么就是为了情 所以侦察员呢 就开始在高少华的这个朋友当中 寻找他有没有这样的仇家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高少华的妻子感到合想来了 当侦察员向高少华妻子了解情况的时候 妻子对丈夫的评价 却让侦察员感到很疑惑 很讲义气的 很愿很愿意换人的 他肯定不会去 让人家任何一点便宜 他只是能得到他的评价 肯定不让人家出费 好像是这样子的人 高少华妻子坚持说 丈夫这样的大好人性格 是绝对不可能跟人接仇的 他跟丈夫结婚十多年了 这一点完全可以保证 这下的侦察员就奇怪了 不是仇人 那怎么解释当时是高少华 主动让嫌疑人进入房间的呢 于是呢 警察还是继续在高少华的朋友圈子里展开调查 可奇怪的情况出现了 高少华的朋友们没有一个跟嫌疑人的这个体型一致 那这个嫌疑人到底跟高少华是什么关系 就在侦察员大惑不解的时候 高少华在衡阳的一个朋友 突然向他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而他所提供的这条线索 却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酷酷迷离了 去那位朋友说的事发当晚 他本来是和高少华约好了晚上20点左右 在1433号房间相见的 但是等他按约来到1433号房间 高少华呢却似乎并不在里边 这位朋友觉得很奇怪 当场就要给高少华打电话 问问是怎么回事 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却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短信呢正是高少华的号码发过来的 短信上说 我现在不在 你先在大堂等我 等我回来之后再给你打电话 当警察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 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短信的内容明显是在撒谎 按照酒店提供的监控显示 高少华在19点进入1433号房间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而9分钟之后 这个穿梁帽衫的男子也进入了1433号房间 直到20点30分才出来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20点左右 高少华的朋友去找他的时候 1433号房间里并不是没人 而是有两个人在里边 高少华明明就是在房间里头 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而且他跟那个穿梁帽衫的男子 他们到底在房间里做了什么呢 警方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很希望高少华能够苏醒过来 告诉他们这一切谜团背后的真相 高少华昏迷不醒 警方只能带着这些谜团继续推进工作 当时警方突然想到 他们的调查之所以会陷入绝境 是因为他们把嫌疑人认作是高少华的熟人 可如果这个人不是高少华的熟人 调查的方向是不是就该转变了 最后警方放弃了从高少华 那个朋友圈中找人的这个努力 转而开始调取更多的酒店监控视频 想要掌握嫌疑人更多的情况 结果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嫌疑人更多的踪迹 原来事发当天早在15点42分 嫌疑人就来到了酒店 但是他的表现很奇怪 一会儿人在沙发上坐着 好像是在等人 一会儿又跑到六楼转转 好像是在找人 最后又在沙发上坐下了 你要说这嫌疑人是想找高少华吧 看着不像 因为高少华住1433号房间 可这个人呢 却跑到六楼转悠了一圈 可你要说他是在等高少华吧 也不像 为什么呢 我们就接着看之后的视频吧 嫌疑人当时在沙发上一直坐了两个小时 等到18点58分的时候 他才突然起身朝电梯走去 而这个时候高少华刚好回到酒店 也准备撑电梯 当时这俩人一前一后进入电梯 高少华按了电梯的楼层键 嫌疑人呢 却只是看了看 没有按楼层键 随后在电梯里的时候 高少华一直在看手机 嫌疑人呢 都是在打电话 两个人没有任何的交流和眼神的交汇 看上去完全就是两个陌生人 两个人竟然不认识 可高少华进电梯的时候 嫌疑人也跟着一块进去 而且要去的还是高少华同一层楼 这仅仅是巧合吗 接下来在电梯里头发生了一件事情 似乎能够让我们看清楚 嫌疑人进电梯的真实目的 18点59分的时候 电梯在某楼层停下来了 穿连帽衫的男子 先走了出去 而且呢 他出门之后 明显还侧过身体 看了一眼高少华 当时呢 高少华也要往外走 可是朝外看了一眼之后 似乎是发现自己按错楼层了 于是他又重新回到电梯里 开始从按楼层键 而也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时候 嫌疑人 竟然也跟着 折返回来了 一分钟之后 高少华走出了电梯 嫌疑人也跟着出了电梯 最后 高少华进入了房间 嫌疑人在身后看清楚这一幕之后 就离开了 直到六分钟之后 嫌疑人又突然出现 直接走向了1433号房 并且顺利的进入了房间 从刚才那段视频里头 我们不难看出 嫌疑人其实一直都在有意识的跟着高少华 高少华上哪层楼 他也上哪层楼 高少华进哪个房间 他随后也进入了哪间房 可高少华却对这名男子的存在浑然不觉 那这名男子为什么要跟着高少华 而且更奇怪的是 高少华既然对这个人并不认识 后来他又为什么会开门让这个人进入房间 警方对此感到大锅不挤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好消息传来了 高少华在医院苏醒了 而且医生说 他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个消息让警察非常高兴 而随后高少华的苏醒 所有的谜团都将得到解开 整件事情的真相也终于要税若知足 刚才我们说到高少华在医院苏醒了 等他情绪稳定之后 就向侦察员回忆起了当天的事发过程 高少华回忆说 那天他在进入酒店之后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人在跟着他 毫无警惕的他 他进入1433号房间之后 没多久就听到外头有人敲门 敲门的人是谁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是那名穿连帽衫的嫌疑人 可是高少华当时一看时间7点多钟 就以为是另外一个人 谁呢 就是跟他约好了晚上8点钟 在房间见面的那个朋友 高少华当时以为是朋友提前来了 所以问都没问就把门打开了 结果门外站着的却是一名陌生男子 当时高少华猝不及防 被打倒在地 可是男子的这个暴力还在继续 高少华当时想要反抗 可是已经没有利息了 他想要呼救 可是他知道五星级酒店的这个隔音效果非常好 叫也没什么用 这个时候高少华的大脑就开始飞速运软 他判断自己一定是遇上抢劫的了 可到底该怎样才能够从这种情况当中逃生 这个紧急时刻 高少华多年的律师背景 他积累的法律知识突然起了作用 成为了他制斗嫌疑人的有利武器 田医员听他说的是有理有据 再加上高少华又亮明了他的身份是专业律师 所以真的就相信了 于是这个时候呢 嫌疑人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正迟疑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高少华呢就开始主动现场指导他 教他该怎么做 才能安全又迅速的拿钱走人 嫌疑人当时呢已经对高少华言听计同了 他把高少华绑在了卧室 然后又翻开了高少华的提包 高少华为什么会这么主动的配合嫌疑人呢 这是因为当时呢他已经浑身疼痛 而且流血不止 高少华赶到自己随时都要昏过去 高少华希望嫌疑人能够赶紧拿钱走人 这样的话他还能够趁着清醒来自救 但是就在嫌疑人已经拿到了钱和银行卡正准备走人的时候 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房间里的嫌疑人和高少华全都愣住了 他就问刚刚敲门的是谁 我说可能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约好一个朋友快过来的 他就把我的手机拿来给他说是谁 我就告诉我手机上的一个号码 可能是这个人 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的朋友 嫌疑人非常狡猾 他亲自用高少华的手机 给高少华的朋友发短信 把那位朋友给支走了 但是嫌疑人没有立刻出门 他又等了一段时间 确认门外真的没人了 才在20点30分离开了1433号房 而等的一走 高少华就趁着自己还有极其微弱的一点意识 立刻拨打了前台的电话 高少华的这段经历呢 事后看的是险象还生 如果他没有用法律吓唬劫匪 或者劫匪再晚一点离开的话 可能高少华都有丧命的危险 幸好关键时刻 高少华用他的冷静和机制救下了自己的命 那现在事情已经全部清楚了 接下来事情呢 就是抓捕嫌疑人了 当时警方通过监控录像 确认嫌疑人呢 是坐了一辆小轿车来的宾馆 警方随后找到了轿车的主人 发现他是一个拉丝活的 这个人回忆起了那天 嫌疑人上车的地点 是恒阳市市中心的地带 因为是市中心 所以周边的布满了监控探头 于是警方把那些监控录像 全都调了出来 一个一个的仔细查看 寻找嫌疑人的踪迹 很快警方就有了重大发现 1月29日 9点多钟的时候 从县城 绿阳关酒店 出来 查看酒店的视频 调阅他的开放记录 终于锁定了这个嫌疑人的 身世身份 照片上的这个人 就是犯罪嫌疑人 他叫吴刚 今年26岁 湖南启东县人 随后警方在启东县的 一家网吧里头 将正在上网的吴刚 抓获了 吴刚落网之后 立刻就承认了 1433号房间的抢劫 的确是他干的 至于为什么要在 五星级酒店 抢劫高少华 吴刚是这么解释的 吴刚的这次抢劫 听上去有些随性 他到底是临时起义 决定抢劫的 还是此人 其实就是个抢劫的惯犯呢 据警方调查 吴刚之前的 没有类似的案例 他其实是个开猪油店的 正经生意人 每月能赚三四千块钱 在启东项目 也算是收入还不错了 一个中油店的老板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抢劫犯呢 据吴刚说 这都是网络主播 把他给害了 我没事就去上下网了 上下网的时候 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 他就在 他就在玩这个游戏 就看他赢到钱了嘛 觉得 自己想 也就想尝试一下了 吴刚说 当时那个网友 几个小时之内 就赢了好几千 相当于 他卖一个月猪油的收入了 吴刚心动不已 所以呢 也开始玩这个游戏了 就那个 这十几把 那一天 我就输了六千多吗 第一次赌博 就把两个月的收入 都给输光了 吴刚当时呢 是沮丧万分 本来呢 也打算就此不玩了 可是赌博这东西 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 你沾上了一次 可能就会从此上瘾 吴刚是想要收手 可是他的行动 却不受他控制了 我就控制一下自己了 就是说 我让自己玩小一点 玩小一点之后 他就让你 一个几百块 甚至多一点的话 就是一千多块钱了 这些小甜头呢 让吴刚是越陷越深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 吴刚呢 就开始加大筹码 可是这个时候 他的好运到头了 他开始一个劲的 输 输了之后又想搬本 可是到头来还是输 吴刚就这样疯狂的 赌博了一年 结果他输了多少钱 把我老婆的嫁妆钱嘛 几十万都输了 其实不光是 吴刚老婆的嫁妆 他把自个爹妈的 全部集续都给输光了 完了呢 他还借高了一代 又欠下了二十万 那么这样算下来 吴刚赌博一年 输掉了多少呢 九十多万 吴刚卖猪油 要卖三十年 才能赚来这些钱 当时呢 老婆和父母的几十万呢 吴刚是准备赖着不还了 可是高利贷那二十万 那是想躲也躲不掉的 光每个月的利息 就要把吴刚逼得 要喘不过气来了 于是就这样 吴刚产生了犯罪的念头 并且随后知道了 这些酒店抢劫事件 目前的吴刚已经以入室抢劫罪 被批准逮捕了 吴刚有这样的下场 全都是因为网络赌博 吴刚以为可以靠这个赚钱 可是警方告诉我们 十赌九诈 网络赌博都是有庄稼 在做局的 让你赢小钱输大钱 最后把你变得倾家当产 而且赌博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让人成瘾 很多人赌了一次 就再也停不了手了 结果因为负债累累 这些人往往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所以赌博就是个万丈深渊 千万不可踏入其中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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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